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妨考虑观影后 再来阅读评论文章 以丰富和加深对电影的欣赏乐趣 而在讨论电影的剧情架构之前 倒也可以好好聊聊电影里演员们的演技表现 无双是一部典型的双熊影片 周润巴与郭富城的双男主出演 相辅相成 是影片成功的关键 此外 尽管无双部一群戏剑长 配角演员们的戏份也多化不一 但都做到了不脱后腿 可也发挥 保证了影片质量在细节处已能维持稳定 虽然影片的结尾稍显凌乱通促 露出破绽 对于一部强剧情影片 无声里的表演 完全可以上 我就是演员作为范例 教教今年演员如何演戏 以及如何互相卫戏 作为影片的灵重 等会注意到影片里用遥控器 以爆炸药的桥段 出现了三次 分别由吴复生 力问和肖金操纵完成 但演员的表演 配合角色在剧情中的性格 绝不雷同 吴复生的恼羞成怒 力问的战战兢兢 秀琴的绝望抱负 体现在时间短 倒可以以秒计算的表演段落里 也能被完成的丰富游戏节 吴双饰演员们精湛表演的练兵场 吴双剧照犯罪影片因为题材敏感 在人物塑造上往往不易 拿捏分寸 中秋小长假期接上映的黄金兄弟 找来蛊惑在门重剧 为了避免当年蛊惑在系列教坏小孩子的指责 直接改成了侠道联盟 无双的甲超精彩 一方面是并不易被潜在犯罪分子模仿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影片在剧门上做的到位 既见贼吃肉 更见贼挨打 观众从理问的视角看过去 甲超生意有去无回 世上去容易下来难得贼船 不法之徒在刀口上讨生活 总有片刻欢愉 也是招不保夕 影片用同归于今的爆炸戏 让爱恨情求归于虚无 应了电影的片名无双 影片的主题是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秀卿心灰意冷 选择自毁 桥段虽老 因为拒绝 也还是给观众留下余韵 无双不易拍 装文强打磨剧本多年 找投资又找了多年 尽管影片的本质仍然是商业大片 并不是市面上容易见到的流水仙作品 无双的价值 不仅仅在于让烂片王周文发和老天王郭富城一封翻盘 失败 演员的自我修演 更证明了香港演员的韧性和香港电影的韧性 这样的韧性造就了香港电影 曾经的黄金时代 也让香港电影即使在命境中 仍然保有再度换发活力的可能 混人物 周文发宝刀为老 再次向观众证明 你发歌始终是你发歌 而不仅仅是烂片三部曲 澳门风云系列里心不在焉 重复自我的烂片王 吴复生这一角色 杂柔进周文发或去从影生涯里的众多标志性人物形象 而又绝不雷同 为周文发老而民间的演技证明 新生代观众或许对周文发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系列荧幕形象早已模糊 而仅仅记得卧虎藏龙里的大侠李木白 让死在飞里的土霸王江山黄四郎 又或者 宜蒙的后现代生活 李的江湖混混汉之长 其实周文发年轻时变演过不少萧雄 如上海滩 英雄纹色系列 矮狼的故事 纵横四海等 新千年之后也有满成金的黄金带李的大王 同学台李的曹操 大上海李的称大气等角色 无双中的无复生 比上述角色都更复杂 也更让观众悚然心惊 马龙白蓝度四十八岁出演教父 安东尼霍普金斯五十四岁出演沉默的高阳 周润发六十三岁还有无双女的无复生可演 可见好戏不怕玩 将也还是老的烂 无复生笑起来像猫 不笑起来像豹 猫壳动物都是天生的狩猎机器 貌似人畜无害的外表下 哪些算计深不可测 电影里 无复生在画展上的猪灯场 风度翩翩 是巴兹鲁曼般了不起的盖茨比里 莱王纳多迪卡普里奥的作牌 无复生最后一幕的两相 则是在大阴隐日式的街边人群里 半日害宝半遮连 披笑肉不笑 让人想起沉默的高阳 里逃出街牢后的汗米拔 无伤多次让周润发进行变脸表演 前一秒还笑容可掷 下一秒就满脸英致 不都是观众 就连相当多的演员 对于心机反派的理解 都是喜怒不形于色 仿佛越面谈 越有内心戏可以挖掘 周润发对无复生的塑造 半其道而行之 喜怒不形于色 阴晴不定 难以预期 反而更让观众不寒而栗 电影里郭富城饰演的李问 见了无复生 甚至仅仅是听到无复生的名字 都像浩子见了猫或是听到猫叫 吓得瑟瑟发抖 观众如果带入李问的角色 秀身处地 也很难不做出同样的反应 无复生给观众制造心理阴影 靠的不是虚张声势 而是对人心理恐惧本能的精准利用 这样的角色 也只有够老的戏骨 才能压得住正脚 周润发演脚眉梢的皱纹 增加了角色的沧桑感 换了更年轻的演员 也演不出角色的老谋深散和心狠手烂 无双剧照与周润发张扬的表演相比 郭富城在无方理之脸的表演风格 容易被观众忽视 其实同样见功力 在电影的绝大部分情节里 郭富城都在表演耸 李问在无复生的七夜面前 姿态卑微 是娄一般透声的小人物 但表演难度并不小 尤其是对于偶像出身的演员而言 甩掉偶像包袱本身并不是一世 太多偶像演员在演戏是会自觉不自觉 得散播的偶像魅力 抛造型 郭富城同样是转型多年 在最爱李延龙年 仍有作作痕迹 在鸡马奖连装影帝子三岔口与父子 以及终于今向蒋家神的踏削群梅 逐渐能做到人喜鹤衣 以郭富城的表演经验 另外并不算特别有挑战性 但仍做到了差别化的处理 并不重复和照办自我 观众如果看过去年 由郭富城与王千元搭档的一部翻拍犯罪电影《破局》 会对郭富城在影片中饰演的警官高剑想印象深刻 同样是猫术游戏 破局里高剑 想被王千元饰演了邪警 陈昌明玩弄于古小街 也是总到极点 《无伤》中的李问则更耸 破局安排高剑想与陈昌明见招拆招 又来游王 不是完全被压制的兽气包 也有不少夸张的喜剧化表演 《无伤》给李问安排若干词奋起反抗的剧情 但反抗未遂 曾曾加剧结色惶惶不可中热的恐惧感 电影在造型上给李问配戴老土款式的眼镜 以加强角色的小人物形象 但真正让形象立住脚 则经靠演员在眼神和肢体动作上的设计 李问的蜷缩到头 爽腿站立 乃至眼神慌乱 嘴角凸凸 都是小人物被卷入杀人放火的现场 恐惧到顶点后会有的生理反应 郭富城演的针线 又不夸 张过火 无双举照说起来 郭富城和周润发一样 近年来的工作量不少 演的电影质量也参丝不齐 但除了剧本实在太敷衍的情况 即使饰演配角 也能教足功课 不抗色的是 一些明星使用爆香身段 贴上客串和特别出演的标签 延延不走心的配角 振振快钱 遇到真正好的剧本和大制作 男演员即使不像女演员 在后不见后问题上要进行激烈的范围争夺 也常有王不见王的顾虑 无双是一次成功的强强联合 演员合作气氛融洽 没有出现只顾自己标系爽快 而在对手系里又厉过猛 碾压对方的问题 英雄系英雄 是互相成全 无双如果让周润发和郭富城的角色固化 演出效果又会如何 电影安排两名主演在影片零件片尾时 进行了一次反装表演 反装演出的效果 周润发略胜一筹 一定程度上是沾了剧本的光 当然周润发过去也演过不少 其余为师的小人物 例如秋天的童话里的传头齿 饰演无双里的师兄警察 毫不吃力 郭富城自外形上还是太英俊了些 以至于少了几分邪气和霸气 不能短时间内在片段式的表演里 让人物形象站稳脚跟 事实上 一两名演员在表演上的钻研之身 重拍一版角色互换了无双 电影的质量相信也不会打太大的折扣 但必须承认 还是目前的角色分配 最能照顾到演员的外形条件 以及演员过去的重影积累 说到底 表演作为一门艺术 既是演员对角色的融入 也是角色对演员的成就 无双剧带无双的配角 表演水准同样可圈可点 即使配角演员们受类型化角色的戏份限制 并没能得到演技最充分的发挥空间 戏份最多的张静初 凭借张静初含泪抽烟的标签 上了新浪微博的热搜 其实无双远不是张静初最高难度的一次表演 撂起之是演的新书 尽水流声 也不过是演员本人多年表演功底自然而然的流露 无双让观众为演员们被戳脱掉的从隐身而暴虚 好演员预不上好剧本 是演员的悲哀 也是观众的不幸 无双不以群戏取胜 群戏同样亮眼 是演员们态度端正 顺理成章的结果 需要特别提及电影里饰演女警的周嘉宜 周嘉宜是TVB的资深绿叶演员 演戏时数在 直到2016年与林宝宜搭的电视剧《马下猎语大卫》 才被扶着女主角 无双李周嘉宜的女警形象 包括我底时的映照女儿造型 都让人眼前为之一亮 香港演员处备库里人才积极 无双证明香港影视行业 所谓的庆皇不接 其实是伪命题 关键看导演有没有会演石珠的演力 以及人尽其他才尽其中的勇气 剧本的缺陷拉拉杂杂谈了太多表演层面的话题 回到对电影剧情架构的讨论上 可以严谨一概一些 总体来讲 与庄文强过去的《无剑道》系列和《窃听风云》系列 真是与麦照辉合作相比 无双的剧本太公正 偶有唐一写出 便控制不住 反而让信心的观众觉察出漏洞 对于观影经验丰富的观众 当影片中段出现画脸的桥段 便已经可以隐约猜到电影节目 要进行大转吗 而站在电影的节目 回溯电影 观众更会注意到影片的剧本 在写作上有些可识 埋伏的还不够深 无双用《悬疑类型》片 见到犯罪类型片 选一成分比庄文强担任编剧 黄轩 对于红主演的编乏任务 巧了 也是由麦照辉导演加重 也更精巧 但还做不到滴水不漏 所以在结尾处加快剧情进展速度 试图通过让观众跟不上节奏 来制造约旋烧脑的效果 但没有交代明白的情节 如果需要依靠这新观众自行脑补后 在豆瓣网站和知乎网站成为那些反应 满大牌的观众答疑解惑 总归是影片铺陈的不够充分 交代的不够清楚之过 电影选择从李问被捕后的问审展开叙事 是剧本一早就打定主意 要在电影结尾处制造反转 为了避免精明的观众过早猜测到结局 电影安排另一条叙事之线 从女警周佳怡的视角 讲述警方追查假册团火 卧底不成反而遇害的剧情 扰乱故事的时间线 是成功的故步遗云 观众相信周佳怡讲出来的剧情 自然也会相信李问讲出来的剧情 视而不见周佳怡其实从头之为 没有见过画家真人 电影始终以画家这一代号 称呼脚召团火头子 也是要方便制造反转 代号背后甚至可以对应不止一个人 而是一群人 影片或许是顾虑到商业成绩 也或许是顾虑到剧本的操作难度 并没有在悬疑的路上走太远 更激进一点的剧本架构 甚至可以在现有反转设计的基础上 再制造一次性别反转 例如利用中文理他 他发音相同 让秀卿有始至终 都是真正的幕后老大 而非如现有剧情 又在影片中段才骤然加重秀卿戏份 看似无关紧要的配角突然戏份变重 犯了戏剧写作的机会 等同于在罪犯额头赐字 陈正道导演 编剧的记忆大师 借助黄博角色的主观世事 成功尝试过反派的性别反转 无双未必没有同样的编剧能力 大概还是出于电影的言情部分的事事需要 这润发的角色 已经是极少数不为女人而活的男人了 影片只能加重理问 软文 秀卿之间的三角恋情 虽然最后落入狗鞋的玩玩类轻桥段 无双向市场妥协的地方 不知体现在用言情戏拖延时间上 导演家带似祸 放入个人情怀 即使也是为影片的商业性着想 仍然不可避免的付出代价 牺牲掉影片的紧凑性和完整性 造成剧情的前后割裂 电影中断 报废周章的台国枪战戏 既是处于转文枪想要让年轻观众 见识见识当年八哥神采的私心 也是在通过燃烧经费的方法 让影片有大片迈向 周润发虽然年过六旬 身材管理族已让肥宅以待叹为观局 甚至还在电影里做起了引体向上 而无双里的枪战戏 也的确精彩 同谢八哥在英雄粉色系列里的身手 只是对于无双而言 这场枪战戏实在没有什么重要作用 完全可以删掉 周文强首次与周润发合作 男女友粉丝心态 想让偶像 无双剧照电影在周在宜的附近剧情上 也多有累赘 周在宜与王耀庆的情感戏 大有压缩空间 导演除了台爱两名演员 大概也有像仍然活跃的香港终身 带电影人打招呼的用意 两名警员通过借过点言相识 进而由同事发展出恋人关系 可不让人想起彭浩翔的致名语春娇 无双是照电影吸引观众买票入场 最大的卖点当然是影片对假超制造的专业集展现 读者可以在LT 无双GT 虽然套路但仍是稳重有惊喜的港片佳作 力读到影片中讲超道具制作的相关花絮 简直叹为观止 影片专业精神的体现 维持在浓墨重彩的致角上 电影即使在桥端上自我重复 也能够玩出不一样的花样 细心的观